见动不孤单 大家看到我身上戴着T恤 还有我们各位贵宾手中有 今天有拿到这个一件 这个Als Not Alone的T恤 2024年我们新推出的一个计划 就是见动不孤单 见动不孤单 Als Not Alone 窜索见动旅程 这样的数位平台 没关系不用关键 对不用关键 我们建制这个平台呢 就是希望每一位病友 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爱 勇气和力量 那经过八个月的 银罗密鼓的筹备 我们终于在6月21号 在线上的方式有公布 那今天是作为现场的实体发布 我们一起先看一段影片 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平台 有哪些主要的功能 肌尾缩性脊髓特殊硬化症 俗生见动症 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 当学者或临近接触的病人 针对疾病有最多未知 容易造成焦虑和恐慌 建筑人协会长期投入 大量的资源 为病友及其家庭 提供完善的ALS 全人全程照顾服务 根据资料显示 目前仍有200多位病友 学会上无法触及 且专家预测 到2040年 全台病友将接近1000人 增加约70% 协会直接服务人员 将难以定义庞大的服务需求 为了让病友和家人 对ALS有正确的认知 从身心灵层面提供世界的支持 我们运用旅程的概念 以专业温暖方式 引导病友和家人 正向面对疾病 打造专属的数位平台 网站以温馨疗愈的手绘风格 与感性的口吻 带领病友从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出发 开启一趟别样的探索见读之旅 我们整合国际临床照顾研究结果 医护人员与病友的经验 让专专业的ALS功能评估领表和均俗 利用 并设计线上自评光源 及时提供评估报告和贴心建议 协助病人有效管理症状 提前的更换照顾措施 同时制作十二支剑洞之旅系列轮编 透过四季 引领不同并程 并有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以温馆的动画 给予正确的观念 与正向的宽缓及营养 为避免病友被错误的资讯误导 资源专区会展的疾病相关 医院照顾 生命选择等准备的内容 同时提供收藏功能 方便随时展开 随着病程进展 另有的说话能力 也会逐渐失去 平台与协会长期支持的 回生进化模式的串联 鼓励另有尽可能 提早好评讯力 在日后不可说话时 透过引领合同系统 才能用自己的声音 与家人的沟通 为提供更及时的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建设 ALS数位相当 提供更贴心的支持与陪伴 ALS Not Alone 我们将陪伴建造病友和家人 走过每段旅程 拥抱生命的冬春祥求 创造充满毅力的人生 大家有听出来这个旁白是谁吗 是有亲自进录音室去录的 好那我这有 大营幕上有三个数字 根据我们荣总李主任的团队 长期的追踪和研究 我们每年在台湾 新增的确诊病友 有大约140位 那根据国建署的 罕见疾病通报的记录 在去年年底 一共是有683位 那我们协会长期的服务 平均每年服务 400到450个个案 那这之间有一个 200多位病友的一个 这样的落差 我们无法触及 根据联合国在2016年 所做的医药专家 所做的一项研究 预测到2040年 就是在不久的将来 也就是16年后 全世界的电动人 LS的病人数 将增加69% 那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的整个的 LS的病人数 将直逼1000人的大关 那对于协会 现在的服务量呢 以及对于整个的医疗 对于我们整个 全台湾的医疗 以及照顾 还有福利体系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此刻的我们 2024年的我们 可以为此做什么准备呢 根据协会长期的服务经验 以及国际的相关研究表明 病友如果能够 在比较早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身心调试 不仅存活的时间比较长 生活品质也更好 因此在疾病的离病初期 如果能够协助病友和照顾者 建立对于ALS全面的认知 并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持 是提高病友生活品质 和延长存活期的关键 那刚才说到我们服务的 这400多位病友 协会很注重 在这些部分的支持 那如果这些病友 没有加入协会 我们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呢 这200多位病友 他们需不需要相关的资源 支持 医疗 以及资讯 当然需要 那我们怎么去触及他们呢 我们希望在2040年 每一个病友都能得到 一样的照顾 生活都能够一样的 有所保障 所以我们希望不要落下 任何一位病友 因此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那整个平台的构想 是基于在多年前 我看到ALS Patient Journey Map 这个Patient Journey Map呢 其实是源于 我们今天有实践大学 设计学院的老师和同学 在设计专业 Journey Map是一个很常用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工具 看到这个病友 在他的极定的进程中 需要不同的资源 协助 医疗 照顾 还有服务 我们可以去从服务端去检视 我们还有哪些做的不足 那这个工具怎么样运用在 照顾病友和服务病友上呢 但是这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 我们没办法直接拿来使用 于是就在想 怎么样让病友能够提前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 他可能会去哪里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以主动的从心灵 身心灵做好准备 他甚至可以主动去寻求 支持和资源 于是我们就有了 见动不孤单 探索见动旅程的数位平台 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要去一趟 要去一个陌生的目的地 我们会先去研究一下 旅行的攻略 我要为这一趟旅行 做怎么样子的准备 从这样的一个思考出发 我们怎么样为病友 让他们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我们想到的第一点就是 同理 让病友知道你所面对的状况 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的 有人一定面对过 你即将面对的困境 也不是只有你会遇到 我们都曾经走过 所以我们让病友去陪伴病友 让病友鼓励病友 我们看一段 我们邀请病友去写下 虽然握笔不易 书写非常艰难 但是病友依旧用全身的力气 在纸上平板上写下 见动不孤单 希望透过这样的努力 让其他的病友 能够接受到那份爱 勇气和化见动 为见动的力量 让这位书写的陈秋生大哥 此刻正在隔壁的峰会场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说第一点是我们要同理 第二个就是支持 我们要让病友来支持病友 让病友去协助病友 所以平台在规划的过程中 我们也让病友参与其中 除了介绍急病日常账户的 支持技巧之外 也加入病友们 对生活工作财务方面的建议 这底下的两张图片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开发团队 和病友在交谈的过程 让他们对于我们的设计 提出他们的想法 上面这张图呢 是我们在拜访一位病友 这位病友是叫王红仁 我们拜访他之前呢 他请太太先把他的一些 在这个跟这个疾病相处的过程中的 一些重要的提示 先记录下来 他给的这些建议呢 我们都纳入在整个平台的设计中 好 那我们知道 见动症是渐渐的不能动 身体从四肢到呼吸到吞咽 到之后需要仰赖维生社会 甚至24小时完全需要其他人来照顾 这样一个残酷的过程 我怎么样透过网路的方式 来让病友感受到陪伴和支持呢 我们先从网站的首页登陆进来 就可以看到很温馨 疗愈的首页风格 还有非常温暖的文案 让病友知道他即将面临什么 他的途径是被统领的 前面的路可能不太平坦 有风雨也会有阳光 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 因为身体一直都在退化 对于他人的依赖越来越多 时常会感到失落沮丧 不被了解的苦楚 我们都懂 所以会一直陪着你 做你的手脚口和最知心的伴 身体退化 我们此时还无法逆转 失望难免 但是并不绝望 虽然病友要一个人去承受这所有的辛苦 但他绝不孤单 绝不会无助 因为有这么多人去支持他 整个网站有四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就是我们设计 我们规划了剑动之旅系列影片 这一系列影片呢 我们是希望病友在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 同时呢 能够不仅从physically 从身体上 从他的日常的照顾上有所准备 更重要的是让他能够在mental and spiritually 在精神上也有所准备 所以我们用四季来串 把这个生命 并成后面的生命呢 分成四个阶段 冬 吻 夏 秋 冬就是冰雪覆盖的大地 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为什么这个疾病的确诊会是冬呢 记不记得在2014年 席卷全球的ice bucket challenge 一桶冰水从头上淋下去 那是什么感觉 我去问病友 你觉得冰桶挑战 跟这个疾病有什么关系 他说就是医生跟我说 我确诊 ALS 那一瞬间的感受 整个懵了 整个人生似乎被推入到冰天雪地 不知道后面会是什么样子的 但这样的消息来了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转换呢 因为我不能永远让我的生命在冰冻之中 我们都经过身心调试去接受这个现实 虽然太难接受到 我们仍然去努力去调试 去适应 去拥抱 不一样的生命 他迎来了他的春天以及夏天 那身体的退化一定是在继续的 这个生命也将走向秋天 那每一个生命 无论历程都将走向圆满 不管他用什么方式结束 他都是落叶归根回归大地 所以虽然这个病程很残酷 但是当我们换一种角度 去看他的时候 让我们也看到的生命的深深不息 所以目前呢 我们已经完成制作的六支影片 等一下五间中间休息的时候 会播放这六支影片 大家如果回去 也可以在网络上直接查看 那整个十二支影片呢 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全部完成 第二大亮点是我们引入了 AIS功能亮表 将它本土化 让这个亮表更通俗易懂 等一下李主任的简报中 也会特别介绍这个亮表 因为在国际上 AIS功能亮表是唯一一个 在临床还有的药物研究中使用的 我们把这个亮表能引入呢 希望病友能够去自评 不需要别人的协助和解释 就能够自己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们把这十二个问题分成四大类 就是口咽功能 就是口咽功能 然后口腔和鼻咽吞咽 吞咽说话 多大动作 行走啊 然后还有 上次楼梯 然后还有翻身 再有就是精细动作 使用餐具 书写等 再有就是呼吸功能 让这个内容呢 更简单 更符合台湾的名品 文字也更通俗 并又可以定期自评 那自评完之后呢 会产生两份报告 一份是你自评的结果 现在所处的分值 再有一个就是贴心建议 贴心建议是 并有现在你所处的身体状况 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哪些不方便 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告诉你 很多的专家 还有我们的治疗师 有在平常照顾病友的时候 有提供的建议 我们都把它纳入其中 透过这个贴心建议 同时也让病友知道 你下一步可能会怎么样 没有绝对 就是让你先提前 在心理做好准备 比如说我现在说话有点慢 但是我可能下一步 就会是构音不清楚 在这种 这个时候 我可以先从心理上 有所准备 甚至在周周边的生活 照顾上也可以有所准备 这样子的设计呢 让病友尽可能保有独立性 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资源专区 我们会诊的协会这20多年来服务病友的经验 以及陆续出版和会诊的一些资讯 把它分门别类放在这个资源专区 尤其设计了针对离病初期的病友 刚确诊ALS的病友 要知道哪些资讯 此外呢 还包含一些常用辅具 医疗疾病管理 台湖和保险 甚至生命选择 福利资源 心理健康 以及我们社工在个案服务的时候 常被问到的问题 语音保存 刚才我看到江老师进来了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 这种人学会就一直是在努力 希望能够为病友提前把声音先保存下来 因为这个疾病 它就是有一天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的呼吸吞员 以及口语的表达能力 那我们尽早的把声音保存下来 因为声音是每一个人唯一的一个identity 当他一旦失去 似乎我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失去了 那既然知道要失去 那我们提前把它保存出来 所以下午江老师也会对这个部分做介绍 我们这平台呢 和江老师的语回声计划做串接 让病友在这里 只要注册就可以直接去保存 当然在去年开始 语音保存已经是我们学会的个案服务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务了 那刚开始已经说过 asnotalone.com就是这个网站的域名 我们今天的这件T-shirt就是这个 大家直接回去就可以访问 它已经上线了 下一步我们将要做的是推广和完善 当社工在进行个案方式 或接手电话咨询的时候 我们将推荐或介绍这个平台的功能 建议大家多加利用 另外也要拜托各位医师 还有治疗师以及专业的人士 协助我们宣传平台 因为平台建设好了 需要大家真正的去使用 让大家让更多人知道 此外呢 我们正在规划建设ALS数位想导 让这个网站还有这些资讯能够更方便 更直接更快速的取得 网站的资讯也会不断的完善 最后呢我想借这个机会要特别谢谢一下 我们所有的病友和家属 直接间接以及这些年来 我们所服务过的每一位病友和家属 真的就如沈老师说的 是我们的生命导师 他们用他们病苦的经历 让我们去学习 让我们去成长 让我们可以照顾更多的病友 然后我们的医疗顾问 我们的医师 还有我们的医护 袁淑姐 我们的医护顾问 其实在整个网站内容的规划上 把我们严格的把关 确保所有的资讯是绝对正确的 再有就是参与其中的志工同仁 志工还有我们的工作伙伴 最后一定要特别感谢我们 益次元专案团队 那今天我们的专案执行 王宇柔小姐 还有林青峰总监都来到了现场 因为有他们 这其实只是之前一个起心动念 一个idea 能够把一个idea去转化成这么样 一个温馨美好的网站 其实非常感谢 王宇柔小姐来跟大家挥挥手 还有林青峰总监 谢谢你们 其实我们这次 他对的所有的赤血 以及我们身上穿的这件的T恤的设计 都是他们的团队为我们制作的 再一次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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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